哈喽 各位收伙伴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小航车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跟着这个导航来到的这个事发地 但是咱们并没有发现哪里有火灾 是吧 但是咱们也得上来 上这个楼房里面过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好像有情况 咱们这个战友在这边 在这边好像发现了一点小情况 咱们得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咦 好像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鬼 是吧 我怎么感觉我们这个 这个感觉有点像特种冰了 是吧 是吧 我们在法国对于拿上来 咱们把电门打开 就这里冒黑烟了可以说这个的话 这个环境里面绝对有有火灾 有听到有声音了 哎哎哎 哇这个我卧室里面着火了是吧 咱们得得把这个火给灭掉 我说不可能呢是吧咱们竟然到了这里呃 呃肯定有这种火火星的是吧 但是他这个门窗都是紧闭的 而且没有没有这种熔烟冒出来 所以说所以说咱们在外面啊看是看不到的 只能啊提着这一个怪养水枪啊 这个屋里来了 过来一检查果然没错啊 这个里面还是烧火了 房子里面还是烧火了 看看这个火火灾还是很难很难控制的 是吧 咱们用两个人一起灭 每晚一个人灭的话太慢了是吧 哇 哇 永远滚滚 太吓人了 都会咱们被着氧气啊氧气罐上买的 是吧 如果被氧气罐的话 这样的话 嗯 在里面太呛了 是吧 好 这边这一次对那边好像也有点火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感觉都叫不灭的感觉是吧 是吧 这边还有火 为什么还在冒这种白烟啊 是吧 冒白烟就不对 冒白烟后面还有火 咱们还没有把它彻彻底的浇灭是吧 哇 这个火真的是可以 简直是 东方不败了是吧 咱们灭灭不干净吗 哎呀 哎呀 哎呀哥们 你你你你你 你把人家的那个那个那个大铁链给给给给给给烹 冲下来的 这样太过分了 我把它洗一洗 哇 这不是这个火 烧的火真大 这个 好了 所有浪漫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在这里喜欢咱们的车火关系的点击订阅或者点赞小朋友的小小亲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